我要請教六位候選人的問題是 愛台灣就是讓2300萬人過好日子 但是台灣地區長期藍綠惡鬥的結果 造成了經濟停滯、社會受傷 舉個例來說 一例一休就是兩黨惡鬥 一報還一報 致台灣人民生計於度外的一個結果 為了救台灣 如果您當選了國民黨黨主席 您要如何協助解決當前一例一休的困境 未來又要如何減少惡鬥商民的事件發生 不久說過 台式料理好吃 台灣麻將好玩 但是台式的民族已經不值得驕傲了 台灣30歲以下的年輕人 請你回想一下 哪一位成長不是伴隨著藍綠惡鬥 我說猶太人的孩子長大 伴隨的是摩西武卷 日本人是伴隨著陶太郎 中國傳統孩子是三字經 弟子龜 台灣的年輕人長大 全部是伴著藍綠惡鬥 這個環節一定要解開 台灣的人民已經被政黨政治人物逼到一個死角 這個角落是什麼 時常說我選一個比較不爛的吧 因為在藍綠惡鬥之下 大家都有窒息的感覺 怎麼突破 要有勇氣 在選國民黨黨主席之前 講藍綠和解對我個人選票來說是非常愚蠢甚至自殺的行為 可是我一定要講 因為我一定要講真話 在25年前我跟民進黨的國母葉菊蘭女士共同推動一個法律案 那個時候他看我 斜著眼睛看我 我看他 瞪著他看他 我們不習慣對方 但是我們攜手合作 叫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未來如果有機會幹國民黨黨主席 拜託立法院黨團 只要有利於人民安居樂業的法律案 我們一定要優先支持 我們藍軍一定要率先把勇氣拿出來 伸出溫暖的手 老百姓當裁判 他會冷靜的看 國民黨伸出了誠意的時候 民進黨必須要有所因應 謝謝大家 沒有藍綠惡鬥 只有藍被綠鬥 還有民進黨亂鬥 我們看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他是對所有國民黨的政策 政見 意識 通通在做杯葛 可是他自己執政以後 他不僅鬥國民黨 鬥軍公教 甚至對一般民眾只要不支持他 他也是鬥爭清算 所以國民黨必須要是一個 強而有力的反對黨 才能夠有效地監督制衡民進黨 最近我們看到 35席少數的國民黨立法委員 在沒有黨中央的支持艱苦的環境之下 不僅抵擋了核災食品的進口 而且延後了8800億的綁標工程預算 這些強有力的監督也獲得非常多民眾的支持跟肯定 所以簡單地講 只要有民眾的支持跟認同 就算國民黨力量再小 也能夠有效地制衡民進黨 所以未來 如果民進黨能夠體會民意 反對核災食品進口 反對美豬的進口 國民黨一定支持 如果民進黨承認一例一休的錯誤 願意檢討改正 國民黨也一定支持修法 如果民進黨要檢討 他們在8800億綁裝特別預算 用在青年人 用在實安上 用在刀口上 國民黨也一定支持 以民意為一歸 這是國民黨未來的作為 國民黨執政其實在有一段時間 是沒有藍綠惡鬥的 民國97年1月12號 立法院改選 中國國民黨贏得3分之3以上的席次 兩個月後的總統大選 獲得2百幾十萬票的領先當選了 國民黨完全執政 但是並沒有去鬥民進黨 去清算民進黨 沒有藍綠惡鬥的狀況 也因為這樣 所以民國98年9月10號開始 也就是在八八水災後 一個月 我接任行政院院長 就是因為朝野能夠共同努力 行政體系有效率 有品質 然後立法院沒有惡鬥 充分的支持 所以那一年民國99年 就是締造了10.63%的 經濟成長率 而且那一年國家競爭力評比 在IMD名列史前最好 史後最好的第八名 到最後100年 成績又進步到第六名 在2000萬人口的經濟體 我們中華民國是第二名 所以當時也通過了 ECFA 這個非常重要的兩岸經濟合作 架口協議開放 陸客來台觀光以後 還開放自由行 所以國民黨如果重新執政 我們不會鬥爭 今天大家都習慣說是藍綠惡鬥 但實際上是 好像各打50大板 我覺得這是一種消極的說法 因為大部分都是綠在鬥藍 因為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如此 那現在國民黨在野了 他也毫不鬆懈 毫不放過 甚至用清算鬥爭 所謂的不當當產處理條例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但實際上 他用了國會的多數暴力 為所欲為 違法亂計 用這樣的方式 已經遠遠超過 這個所謂鬥 而且是鬥不止息 那他們用偏聽獨斷 來面對現在的很多社會議題 基本上沒有 這個意識形態的社會議題 他也是如此 這個如此的展現就是 治國無方 施政無能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現在 這個像違憲黨產條例 我們擋得下來嗎 一例一休 擋得住嗎 前瞻計畫 擋得了嗎 所以今天這個考卷 我想該答覆的 不是國民黨 而是蔡英文 今天到底誰是在鬥誰 藍綠二鬥這個問題 在我們台灣全國的社會裡面 普遍大家都透氣的 那麼再看看這幾天 韓國總統文在寅的當選 法國總統馬克宏的當選 都是因為他的國人厭臭了 厭棄了政黨的惡鬥 寧願選擇另外一位政治上中間的 中道的人物來帶領國家 所以國民黨假如還以藍綠二鬥 或者來政黨鬥爭 以為這樣就可以獲得選民的支持 那是錯誤的 那是沒有將來的 至於一例一休的問題 我很具體的來告訴我們提問人 我認為一例一休的問題 現在已經造成了資方 勞方社會 大家的反彈 所以我建議民進黨現在執政的 立刻暫停實施一例一休 而且訂出日出條款 把該有的配套措施訂好 這些配套措施完整了以後 才開始實施 這就是所謂日出條款 同時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好好的去落實 勞動基準法以及勞動檢查 這樣的話 才能夠真正奠定 我們整個台灣社會 經濟發展的基礎 這就是我的看法 如果今天我們社會上 真有所謂的藍綠二鬥的狀況 我們首先就必須要找出來 這個藍綠二鬥的根源是什麼 當民進黨的目標 它就是在消滅中華民國 它希望以台獨借殼上市的時候 它的做法必然要消滅中國國民黨 而且消滅中華民國的正當性 如此的做法 當然本黨是不能夠接受的 因此如果一定要終結所謂的惡鬥 我們一定要讓民眾知道這個情形 當民進黨在不斷地操作 扭曲事實的真相 在操作各種議題的時候 我們本黨不能夠沉默以對 否則他們話越說越多 三人成虎 真身殺人 等到日積越累 這個仇恨跟這個對立會更加的嚴重 而當國民黨要起來自保的時候 我相信這樣子的一個惡鬥情誉 會更加惡化 另外根源叫雙重標準 很多事情你以雙重標準來處理 而不能夠透過理性討論論述的一個方法 當然會引起大家心中的不滿 因為我們痛恨的是不公 是不...